用来治疗罕见疾病 脊髓肌肉萎缩症 SMA的全球最高药物之一 诺健生 今年8月将纳入健保给付 经过了一价 一记是4900万元 成为台湾健保史上最贵的给付药物 而超大比的金额也让健保署 首次采分期付款的方式 拼免排挤到其他罕药纳入给付的机会 那么这一款精英治疗药物 施打之后是终身有效 是罕病患者首次可以获得治愈机会 也是罕病治疗的一大里程碑 用变形的手指操控人已定期到医院报道治疗 脊髓肌肉萎缩症SMA 是一种基因变异引起的罕见疾病 用年期间发病致死率很高 通常两岁前就可能因为呼吸衰竭而死亡 如果要自费治疗 一年就要花上百万元备用 健保署拍板8月要把基因治疗药物 诺健生纳入健保给付 一记给付金额高达4900万元 堪比台北豪宅房价 也成为健保史上最贵给付药物 让健保署首次采分期付款支付款项 它很贵嘛 但是它一次就好了 可以被治愈的这件事情 是非常非常重要 比如说打脊椎的话 它是相当疼痛 打了麻药以后 它可能就是要卧床一个礼拜 这也是罕病患者第一次获得治愈的机会 但给付门槛非常窄 必须是出生六个月内发病 而且带有基因突变的SMA患者 其会也担心 其实每一位SMA患者确诊时间不一 又常被误判误诊 希望能够放宽到两岁前都能使用 因为这个药物大概最终八年 是不是真的中诊有效 也还要再观察 因为它代价真的高 先从最有效的小朋友开始 不难会再进一步评估是否放宽 毕竟经费有限 也要避免排挤到其他喊病患者 用药权益 记者问题林一星 Tempo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